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阿俊给您带来的 Jungle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我们学习第九课 创建使用MySQL驱动我们的项目 然后创建静态页面这一课 我们就先不做单独的讲解 然后在我们后面进行页面制作的时候 把它稍微提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很专业的前端 只能教大家简单的一个概念和设计 好了 首先我们是要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 安装好MySQL 这个就一句话的命令就搞定了 然后是创建数据库账户 根据这三条命令做下来 也就可以创建一个账户了 这应该都是基础的内容 不用再提 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这里可以给它设置我们的制服编码类型 是UTF8 让它和Jungle内部的编码模式一致 好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数据库的配置 大家看着我们的代码 找到我们的Shopsys Shopsys下面的Shopsys 然后里面有一个settings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项目的主要的配置文件 然后在第77行就有database的配置 然后是配置这一个default 这个default这个数据库 是默认必须提供的 你可以唯空 但是你必须提供一个default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开发过程当中 就使用一个数据库 所以就配置在default里面 然后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default这个数据库的engine 也就是它的数据库的引擎 我们使用的是myseco 使用的是myseco数据库 但是jango他默认支持的 他需要使用的数据库驱动 叫做mysecoDB 我在这里给大家写一下 将狗默认需要mysecoDB sqdb应该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它的 它的数据库驱动 就需要是这个 这一个数据库的驱动 但是目前的 这一个数据库的驱动 它已经不支持python3 它还没有对python3 进行一个很好的支持 而我们的项目的开发 是需要在python3 加上我们jango1.8.5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 所以我们要使用的 那个数据库的引擎 是myseco client 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的驱动 来驱动我们的数据库 这个东西呢 大家安装就直接是这样 pip install myseco client就可以了 当然首先要进入我们的一个虚拟的环境 才可以安装它 否则的话你安装在系统里面 它在虚拟环境里面是读取不到的 好了安装好了 这一个数据库驱动以后 在我们这里的engine的配置 是不用变更的 就直接写jango.db.backend.myseco就可以了 这个适合使用myseco.db的驱动的时候呢 是一模一样的 不用更改 jango内部已经对它进行了一个切换和支持 然后在myseco client的官方文档上面呢 它写的却是我们要在jango里面配置 myseco.connector.jango 是不需要这样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也不是myseco.client.connector.jango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说 它不用更改 我们上一节课这个engine这个地方写的是 seco little 对吧 我们现在把它改成了myseco 因为我们的购物系统的项目呢 就要进入myseco来完成 配置好了数据库的引擎以后 然后就是我们的数据库的名称 是shopsys 然后是数据库管理这个数据库的账户的名称 我们也取作为shopsys 然后这个password是数据库的密码 然后还有它的数据库的服务器IP地址 这里也可以写成localhost之类的那个域名 然后port port呢 这个是3306 那个myseco的默认的port就是3306 当然我们在为了安全起见 企业级的开发环境当中 这个port可能是被更改了的 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值 比如说8000、9000等等 一些不固定的数字 然后呢 这里就要给它指名 如果这里这一行也可以不写 那么它默认就是3306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test的配置 这个test的配置呢 是将狗1.7以后 应该才支持的一个关键字的配置 它这个配置呢 就是说你这里再给它写一个 再给它写一个什么呢 写个什么 我们来写个 等一下 就说你这里再写一个 name 写一个它的数据库名称 它的数据库地址 password 这些全部给它配好 这样呢 它在将狗再测试 test里面的数据库 而不是去用这个 上面配置的default 这个数据库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里我们唯空 我们就直接使用本地的这一个数据库 来进行测试数据库的配置就好了 然后这里给大家写了一句注释 就是说在我像我们这些数据库的密码 这些很敏感的信息呢 我们要从系统的环境变量来读取 而不是直接写在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写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直接暴露了 就暴露给了那些 就暴露在了我们的原代码当中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原代码 不小心上传到github 这样的公共仓库里面去 就会被别人看见 这是非常的不安全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来检查 我们的数据库的配置 我们在检查我们数据库的配置之前 其实我们这里还要进行一个操作 写个什么呢 写个5.0吧 就是告诉将个数据库引擎的变更 这个怎么来做呢 这个告诉将个我们的数据库引擎变更了 要怎么来做 其实就是和之前我们的数据模型发生了 发生了变更是一样的做法 我们在这里写简单的写一个 opt 好 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以后 我们先要进入我们的虚拟环境 才有将个的支持 active 好了 进入虚拟环境以后 我们就是python 然后是 management.py 然后是make migrations make migrations就是执行这一个命令 就是告诉将个我们的数据库的模型 有变更 我们的数据库的引擎有变更等等 然后执行完了以后 他就告诉我没有实际上没有改变 因为我之前已经执行了这样的一个命令 然后执行完了这样一个命令之后 然后就是migrate 然后就是进行数据的聚合 执行完数据的聚合以后 我们来执行 他说这里是没有什么数据可以进行一些应用的 没有什么数据需要聚合的 好了 其实我之前实际上自己测试的时候就已经执行过这条命令了 如果正常情况下大家第一次执行的话 他会是生成一些你执行成功的mySQL语句 然后执行完了以后 才是我们的检查我们数据库的配置 我们现在由上一节课当中的SQL 变更到现在的mySQL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执行都没有报错 那么我们是否真的就已经切换到了mySQL当中来呢 我们来看到我们进入mySQL以后 清评以后 然后我们就是use我们的shopsys 我们创建了数据库也是这个名字 use以后 现在就可以修tables 我们忘了答分号 我们看到在当前的shopsys数据库里面 就已经有了auth group auth group permissions以及jango admin log jango content type等等 以及jango session 这些数据表已经存在了 说明我们刚才的migration和 micrate的操作呢 确确实实把我们的这个项目背后的数据库引擎 切换到了mySQL 而且已经连接成功 并且在里面写入了数据 然后把我们这一次的更改提交到我们的远程仓库上面去 先要其实呢 我们还有忘了做一步 我们先要把我们的项目给运行起来 就是management 然后run server 然后run起来以后呢 我们在本地检查 本地检查 我们刷新一下 它是整个项目是ok的 ok的以后呢 基本上可以确认我们的配置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 照理说你还要写一个测试什么 但是我们就只是更改了配置而已 对吧 更改了配置而已 我们的现在这个简单的调试呢 已经发现它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过后 我们就可以提交我们的代码 我们用git state来检查我们的代码的变更啊 我们是删除了上一次的db.secolite3 然后是更新了我们的shopsys.settings 然后我们在你提交代码之前 为了确保你的代码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再用git div这个命令来检查一遍你的代码 这一个版本和上一个版本这些改动当中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我在这个db.secolite3 这个settings里面呢 所更改的内容是 删除了这样的两行 然后是增加了下面的这些内容 这是数据库相关的配置 然后我在下面还有一些像那个什么 他们肉之内的呢 也进行了一些更改 然后还有一些etag之类的配置的说明呢 我们这里就暂时不做讲解 因为我写了注释 写得非常的清楚 大家看我的注释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样子通过简单的检查之后呢 我们自己确认了我们的代码没有 然后是git st 我们被add以后 它就会变成绿色 已经在我们的版本库当中给追踪 然后我们叫git commit-m 然后是写注释 更改数据库引擎为myseco 然后是写我们的登录的用户名 然后是密码 好 代码已经提交完毕 也是master提交到了 本地的master提交到了远程的master仓库 然后呢我们来打开我们的github浏览一下 看到我们这里的代码已经更新上来了 我们在代码里面呢 还可以非常方便的来看我们的这些更新 我们来点一下last commit这里有一个 点了以后我们就在github上面也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的代码的更新的内容 实际上在我们真实的企业机关开发当中的我们自己提交代码以后 提交代码以后 然后就可以提一个merge request 然后呢才会把我们你贡献的代码这一部分提交到我们的主干代码上去 还有这里有一个特别注意的东西 把我们的性感的信息呢把它保存在我们的服务器系统环境里面去 把它作为一个环境变量的值 然后我们再去读取它 在我们部署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更详细的讲解 在前期呢 大家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核心功能的学习上面 然后另外再提一个简单的事情 就是说有的同学在问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 vim好像和大家的看起来要漂亮一点 因为我的这个vim下面有一个什么这个master 它还有一个分支的符号 有一个分支的符号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符号 这是这个呢是用airline这个插件来做成的 你们拿去做的话 可能会有乱码之类的 这里可能就是显示的一个小方框 因为你们的字体不对 你们要用powerline字体 然后我自己制作了一个powerline字体呢 也已经打包上传到我们的课程的 课程素材里面了 大家下载就可以了 好今天的课程就到